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完全是根据这个春耕夏长秋收冬藏 那通常我们讲这个春天呢 就是多摄取那个青色的食物 那赤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夏天的时候 我们都摄取那个红色的食物 对那个心脏对心脏很好 那我们我们摄取那个那个绿色食物呢 对我们的肝胆很好 那我们讲说这个除了春夏秋冬以外呢 中间卡在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就是我们的脾胃 我们的脾胃 你看我们所有的医学观念 都是从脾胃去发展出来的 因为主要就是吃嘛 那那个我们到了秋天的时候呢 就是秋天属白 秋天属白的时候呢 我们就多摄取啊 跟这个白色系列的东西 然后呢对我们的肺 养我们的肺 那到了那个冬天的时候呢 就跟肾有很大的关系 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去摄取这个黑色的东西 都是一种养生观念 所以你们看我们的那个菜单呢 你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说 它不复杂 不复杂 你们发现 可是呢我们很注重那个刀工跟那个火候 跟那个心情 所以我们讲究火候 火候不外呼 身心灵三方面都得到位啊 你没有耐心就没那个火候 我们中国人讲究的就是什么 闷啊 炖啊 要捂着啊 要蒸啊 它就是目的就是让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蒸气啊 在里面反除再反除 反除再反除 回流再回流 回流再回流 刚一开始那个分子结构是粗的 啊你弄到最后呢 哎火候够的时候 它的分子结构是细的 你特别容易吸收 吸收的时候 你就觉得这个人的这个 很有这个生化的功能一样的 啊 然后那内骨劲啊 还有那个思考啊 各方面 它不但稳定啊 而且持恒 我们的菜的特色就在这里 好消化 好运化 好转化 然后最后怎么样 产生了生化 生化功能 因为只有生化 才能够让我们运用自主 李凤山师傅 李凤山师傅任养之道 欢迎全世界一起来任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